促进佛法的弘扬发展 中国国教会也积极参与两岸的交流活动 园中长老开市 中国佛教会为替国家祈福袭灾 每年开春过后都会起见 人亡护国袭灾大法会 除此之外 为了将佛教发扬光大 积极促进两岸佛教交流 同时也举办世界性的佛教活动 我们都有参与包括两岸的佛教的互相交流 甚至全世界的佛教动态的交流 我们都有去参加 除了这样的 中国佛教的会晤 包括宗教的法令 宗教的规范规律 我们每天也是在 云芒的宿物会晤 这个是这样的 另外为了叙佛会命 中国佛教会每一年都会举办三坛大戒 让出家众能够如法如疑地学习佛教戒规 前年就在日月产事 去年就在阿宁光的时候 今年是在嘉义 三宝山的宁元产事 他的志祖叫原本法事 原本法事 所以在那边今年是十月 农历十月的时间 起见三坛大戒的大法会 这个是虽然是他向中国佛教的心情 但是进行的就是他 他这个宁元产事 他们起见 今年三坛大戒将于国立 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三宝山宁元禅寺举行 欢迎信众共襄盛举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屏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明 Did You feel 我们下期再见